首先昨天讲的主要内容就是定位,对吧? 然后咱们把静态定位就抛开它不说了,因为这就是个标准流,是吧? 然后咱们再说固定定位,固定定位的话是不是以浏览器作为一个参考标准? 就是滚动条拉动呢,它还是在咱们这个页面范围内,对吧? 它不会随着这个滚动条跑,就跟咱们上回说的背景图固定在这个窗口上一样,是吧? 就是固定定位,这个时候咱们就用固定定位了 然后相对定位的话呢,它是自身会移动,但是自身在标准流还是占空间的 然后绝对定位的话呢,是已经脱离标准流了,不占空间了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,浮动也能脱离标准流,定位也能脱离标准流 脱离标准流以后,咱们那个DIV自己就没宽度了,是吧? 所以就是,只要是这种浮动的,或者是设置定位的,你一定要注意它的宽与高 咱们昨天这个作业,我看见大家的问题都出在这儿,是吧? 是定位的啊,然后咱们又说了这个定位元素的重叠效果 那么定位元素的这个重叠的话,咱们是不是Z-index,然后后边跟个数字,对吧? 数字越大,成绩越高 但是呢,它只针对定位元素 如果是一个普通元素,设置它完全没有效果,是吧? 咱们昨天演示了说,不光是普通元素,就这个position,static,定位,你给它设置都没有用的 然后咱们后面又说了CSS3和CSS2的区别 其实就是新增了一些方法 一个是内点模式 可以把咱们padding和border,把盒子增大的那个影响给去掉,是吧? 就安心可以使用这个padding和border 然后还有新增的两个属性选择器 以什么什么开头的,就这个上键头,对吧? 我把它叫做上挡键 然后还有一个是以什么什么结尾的,就是美元符号等于,是吧? 然后咱们新增几个伪类选择器 咱们说重点照顾谁呢? First child,Last child,NT是刚child,是吧? 然后咱们后面又说了一个变换效果 一个是移动,然后旋转,然后缩放,是吧? 属性都是transform 写在一起的话,就是transform末号 然后translate,然后rotate,s-c-a-l-e,是吧? 最后咱们晚上的话还有一个s-c-e-w,对吧? 斜贴,对 然后最后咱们说了一个过渡效果 任何效果有了这个过渡效果以后呢 看起来就是更炫酷一些,是吧? 这是咱们昨天的内容 我们儿章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